好的 終於呢 我們這個廁所篇 室內的這個最後一集了 好的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馬上進入我們的Blender 好 首先呢 新建一個Cube 那一樣我們把前面的這個面 做出一個簡單的場景 之後我們再新建一個Cube 我們把這個洗手台的位置 我們給它稍微放到你覺得滿意的位置 之後呢 我們用I來做一個凹槽 然後我們用Ctrl-B做兩個切橫 我們要把它切開做出我們這個洗手台 R 它們之間的這個差距 OK 大概三個左右 好的 再來呢 我們把選取的部分調成 各自選取的這個方式 我們把它縮小一點 往下做這個extrude的部分 好 再來我們新建一個Cube 我們來製作這個水管 R 就是我們這個洗手台 廁所洗手台 它會需要這個水管來做這個流通 這麼呢 新建一個Cube來Ctrl-R 左邊切兩刀 中間切四刀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切兩刀 我們再做一個extrude along normals 好 再來我們來製作這個水龍頭的部分 我們來新建都是透過我們這個Cube 然後去拉出一個簡易的水龍頭 之後我們就用extrude 然後把它做出一個大概的樣子出來 其實你要做成什麼樣子都可以 主要呢 我們就隨意的製作一個水龍頭 大概有把手看得出來是把手 看得出來是水流出來的這個位置 好 再來我們用Ctrl-R 我們做一個細分表面 兩次的一個動作 再來呢 我把你這個該拉緊的地方 都給它收緊 收緊之後它看起來就會比較像樣 好 我們複製兩個 放到定位 再來呢 我們要做這個放衛生紙的地方 用個方塊 中間挖一個洞 很簡單 上面有一張紙稍微給它細分表面 subdivide 兩次 我們進入雕刻模式 好 我們就是稍微拉出一點點 看有沒有這個衛生紙的這個形狀 好 簡單的就好 隨意拉一下就可以 因為衛生紙其實它每一張 它會怎麼變化都不一樣 下面的位置我們把它厚度增加一點 好 往前拉 之後 我們來後面做出這個洗手乳的這個部分 它用的是一樣這個圓柱體 一樣透過我們這個i 跟我們這個extrude的這個功能 我們把它拉出一個 你覺得看起來像是這個洗手乳的形狀 好 就可以了 那出口我們另外用了一個圓柱體 最後做完東西呢 都記得給它做一個bevel的動作 看起來會好看一點 隨後我們一樣用Ctrl-2 怎麼樣 我們把邊拉緊 好 然後每個都拉緊 你做完細分表面之後 該拉緊的地方都給它拉緊 這樣看起來會比較細緻一點 好 我們把槽體最左邊的面 給它分離開來 因為這邊有整面 想要製作成整面鏡子的感覺 後面我們給它放上一幅畫 稍微把天花板拉低 調整一下位置 把右邊拉開一點 好 再來呢 我們要來製作我們這個廁所的部分 好 其實就是一個很簡單的隔板 很多個去複製出來 所以我們就是用兩片正方形 還有做出一個假象 想像中對公共廁所的樣子出來 好 那也是透過方塊跟圓柱體 簡單做出扣環 底座 還有門板之類的東西 好 那這邊我們也做一個小小的間隔 因為門要關起來 好 做完之後我們稍微移動一下 我們就給它做出這個array 我們給它複製幾個出來 好 用了三個之後 我們覺得這個空間太小了 我們把空間再稍微往後拉一點 好 那我們讓這個廁所更多間一點 好 這樣看起來這個深度 就會更加的明顯 好 再來我們調整一下我們的水管 因為我們空間變大 所以我們就只是用鏡像把它鏡像過去 主要呢就是注意你的中心點 還有那個物件圓點的這個位置 去做鏡像 所有的這個東西都給它鏡像過去 衛生紙 水龍頭 水管 洗手台 都做一個鏡像的動作 最後我們再新增一個camera 攝影機 放在你喜歡的任何位置都可以 那我習慣就是放在正前面 也是順便延續前面兩個場景的這個位置 好 那再來我們新建一個簡單的 其實這樣整體看 久久還蠻喜歡這樣子的這個氛圍 只是呢 我之後還是要增加一點簡單的動畫 所以我還是做了一個這個 幾個不同的選擇變化隊 好 那你們這邊其實喜歡怎麼放 其實就都OK 就隨意 好 最後呢我們來對這個畫 進行一個UV 好 我們就隨便放一個你喜歡的圖 新建一個材質 我們把你要的圖片放進來 然後拉到我們的 你可以看到它這個方向 可能不是你想要的 那這時候我們就進入我們UV Editor 進入編輯模式之後 好 進入編輯模式之後呢 我們可以用Project From View 好 那你看我們就可以直接用這個 正方形去對你的圖片 好 它就不會跑掉那個位置 那我們這邊可以透過這個HUE的這個飽和度 去調整整整張照片的這個亮度 好 那這個呢就是我們的成品啦 希望你喜歡這次室內空間的這個製作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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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後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